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是反彈的暗黑力量 先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終於反彈,一度重上27,000點 不過其後升幅收窄,一度收窄到不夠100點 幸好美市再彈多一點 全日升133點,收26,895點 不過成交維持低水平,795億 今天市彈,有幫就記一工 今天升上2%,加上豪島股也有進漲 拖動的市場向上 只不過,今天防守股軟軟 加上藥物股,像這隻石藥,跌4.8% 受國賊影響,令市升幅收窄 不能站在27,000點之上,報收 好,整個形勢昨天節目提到 估計美股昨晚會反彈 以至港股今天都可以反彈 結果大致又反彈,一度重上27,000點 只不過其後又收窄了電幅 後市怎麼看呢 後市我昨日節目預計,彈完之後再向下沉底 今天都是維持看法 原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首先第一方面先說一下美股 今天美股無疑是推動港股反彈的重要動力 但是我估計美股反彈的動力未必可以持續 所以對港股來說,這是失去了動力 為何美股不能夠持續呢 原因呢 我覺得市場人士認為美股反彈的原因 都是有點牽強 第一個,大家覺得美股反彈 有幾個基本面轉好去推動 其中就是美股,美股估計會向下 就是減息 原因就是,鮑威爾昨天在公開演說裏面提到貨幣政策 就說現在密切注視著貿易戰的情況 對經濟影響 又說必要時會有所行動 以確保美國的經濟維持擴張 大家聽說,鮑威爾就會減息 今年就會減兩次,有些甚至是三次 通常說9月第一次,12月第二次 有些說到6月已經來了 6月20日已經有意識 6月已經減了,說到慶合合的 但其實是否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鮑威爾說的話 其實和之前說的都不是相差 第二,他其實沒有明然會減息 所以大家的說法好像有點過了龍 加上,其實之前大家都早預期 美國今年會減息 因為昨天節目提過了 因為鮑威爾說的之前 大家預期今年減息一次的機會去到九成八 兩次都是超過四成 換言之大家都反映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 鮑威爾開綠燈減息 就推動美股向上 這個是一般的,這個說法我可以 第二個就說 墨西哥和美國的關稅衝突 可望解決 其實這個我覺得市場人士應該是預期之中 因為過去美麥教授多次 墨西哥都會屈服於美國的淫威之下 估計今次可能性已經很大了 加上在昨天之前已經見到 墨西哥方面已經說明 會派代表團和美國商談 希望可以化解整件事 整個態度都顯示準備接受美國的要求 在導致非法移民方面做些功夫 令特朗普滿意 從這個角度而言 墨西哥突然間 可以解決的情況 其實都應該在市場預期之內 亦都不足以推動美股大幅反彈 第三個更加牽強 中國的語調 在中美貿易戰的語調已經沒有那麼激烈 好像中美談得好的可能性是大 為什麼這樣覺得呢 中國提到貿易衝突是透過對話來解決的 這個說法立即就對話 中國的態度沒有那麼激烈 其實這個說法是一直都這樣說的 中國是透過對話 要平等協商 互相尊重去解決的紛爭 其實一直都這樣說 所以這次是有少許用來說的 反而覺得美股昨天反彈 是回到點題的幾個字 暗黑力量去造成的 豪衛暗黑力量 其實主要是劫淡倉的力量 是推動美股去反彈的 有證據的 證據就是 如果發現昨天彈得最強的股份 其實就是淡倉最多的股份 其中一個例子 因為時間關係不講得太多 譬如昨天的情況 據高盛的統計 50隻沽空最多的股份 是彈得最強的 彈幅是超過3.6% 但其實美股昨天 都沒有彈3.6% 但是沽空最多的是彈3.6% 是跑贏大股 換言之 昨天美股反彈 可能是暗黑力量造成 既然是暗黑力量造成 即是不是基本因素的推動 換言之 是未必能夠持久 如果美股反彈不能夠持久 不能夠成為聲勢 所以港股的推動力 亦都成為疑問 第二方面就是經濟的情況 經濟環境 並未因為美股昨天反彈 而有什麼好轉 反而仍然有陰霾 陰霾是什麼呢 最新是兩個很重要的國際機構 都是暢淡經濟 首先就是國基會 IMF暢淡中國經濟 原因都是那個 就是貿易戰 估計影響中國經濟 將中國經濟下調到今年6.2% 這是國基會 與此同時 世界銀行之細銀 簡稱 亦都調低了GDP 不過調低全球GDP 原因 第一又是貿易戰 就估計貿易戰是對增長不利 第二又說 商業信心就下跌 加上第三 就是投資減少 都是對全球經濟增長不利 所以將全球經濟增長 由一月的時候 它還在看今年會增長2.9% 已經降到2.6% 2.6% 是10年來最低的數字 經濟環境亦都是一般 換言之 亦都對美股而至港股 都不是太利好的現象 加上第三 就是看看技術面 即使昨天美股大幅反彈 都其實都未正正式式突破重要的阻力 包括這些導致 仍未突破下降軌的阻力 而250天線都是受制住 當然它是突破200天線的 這就值得說一說 納指亦都是 平均下降軌未穿 250天線都未穿 整個形勢 並未正式確認突破 加上恆生指數位置上映指數自己走勢 暫時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反轉狀態 見到上映指數仍然受制於10天線 都在橫行區上落 還要緊緊 國指數更加是 今天再試昨天的低位 全日省得3點這麼少 都是在10天線之前卻步 恆指亦都是受制10天線 一切10天線就回頭了 雖然升幅比較大 但仍然未出現很明顯的轉勢跡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以上3點加上 估計恆生指數 彈完之後再向下沉底機會 仍然是比較大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